这是一个被现实打败的律师 职业生涯的前20年 一直是民权斗士 可由于父亲欠下巨额贷款 他不得不向生活低头 就是这家专门帮权贵打官司 恶名远博的律师所 所以即使每次打赢了官司 他也高兴不起来 但他之前刚正不额的形象 正好被上司看中 于是交给他一个特别任务 免费帮一个保姆辩护 给事务所洗击坏名声 男主很高兴地接下任务 因为终于可以站着把钱挣了 他看了案件资料 保姆被控告用塑料袋无死雇主 又伪装成雇主自杀 一个自闭症女孩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可保姆却对律师说 他只是想帮忙撕掉雇主头上的塑料袋 就在转头去拿剪刀的功夫 悲剧发生了 保姆还告诉男主 两年前雇主老伴去世后 他就一直有自杀倾向 甚至还接受了心理治疗 这些情况整个小区都知道 男主相信了保姆的话 毕竟他态度诚恳 而且就算要他接受谎言测试 他都毫不犹豫地同意 在看视频里作证的自闭女孩 表情紧张 眼神闪躲 面对律师的询问 甚至还唱起了歌 这哪里有一点可信度 男主下定决心 要还保姆一个清白 终于到了第一次开庭 检方的尸检专家指出 老人的塑料袋上 全是保姆的指纹 根本没有撕扯塑料袋救人的痕迹 而且保姆是43岁的健壮中年人 雇主却是82多岁的瘦弱老人 整整四分钟 撕不了塑料袋的概率几乎为零 因此得出结论 老人死于谋杀 推论听起来很合理 但男主找出几年前的一篇权威论文 论文中提出 人在呼吸困难濒临死亡时 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死者极有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而这篇论文的作者 正是现场的专家 眼看专家无话可说 男主又乘胜追击 拿出资料 证明世界上很多塑料袋自杀案 都会在塑料袋里注入一种气体 用于帮助死者制造幻觉 减少痛苦 而导致老人死亡的塑料袋中 就检测出了这种气体 在老人的家里 也发现了装气体的瓶子 更关键的是 男主还找到老人出事前几天 去便利店买这种气体的监控录像 一切证据皆表明保姆无罪 男主一审大获全胜 但别忘了 检方还有个关键的目击证人 会出现在二审 这个女孩天生自闭 全有最强大脑 看眼领带就着上面摆点的个数 十几米开外的钟表地大声 能听得一行二处 这天晚上 他正在床上看动画片 一阵剥离破碎声传进他的耳里 他推开窗户 看到对面一个头戴塑料袋的老人 正苦苦挣扎 身后的保姆用手捂着塑料袋 这一幕让女孩痛苦不堪 幸好女孩爸妈进来 才稳定了他的情绪 过一会儿 对面传来保姆的尖叫声 老人死了 他的儿子将保姆告上法庭 还好保姆碰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 帮他打赢了一审 但二审 女孩会出庭作证 他认定保姆就是凶手 男主跑来咨询医生 但医生明确表示 虽然女孩患有自闭症 但是智力超群 证词没有一点问题 一边是声泪居下的保姆 一边是患有自闭症的女孩 男主还是相信保姆是清白的 一定是女孩搞错了 他开始在女孩身上寻找突破口 可女孩对陌生人很抗拒 好在女孩闺蜜提醒男主 要想进入自闭症患者的世界 只有成为他们的朋友 于是男主从他的爱好入手 给他买了解谜游戏 帮他安抚路边乱叫的大狗 带他去世最喜欢的泡面 还教训了欺负他的同学 女孩封闭的世界 也向男主敞开了心扉 一段时间的接触 男主发现女孩真的不会说话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直到这天 男主到女孩家里拜访 发现他的卧室墙上 兼满了妈妈各种表情的照片 旁边还标注 每种表情代表什么情绪 男主恍然大悟 原来是女孩误将保姆救人 理解成杀人 他终于找到女孩证词的漏洞 和女孩随后的一番话 让他隐隐羞愧 人的表情到底代表什么 朋友对我一张笑脸 却是在利用我 妈妈一副怒容 心底却是满满的爱 但你呢 男主没有回答 很快二审开庭 女孩努力还原 当晚看到的案发现场 当检察官问女孩 为什么认为保姆是攻击老人 对在全场都认定 保姆是凶手时 男主站出来 用三张表情图 证明了女孩无法识别表情 还当庭指出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心智不全 证词根本不能当成证据 对男主质疑的女孩 失魂落魄 他终于知道答案 男主对着她的笑脸 也是在利用她 而且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她 最终法官没有认可女孩的证词 保姆无罪释放 可就在此时 男主发现了不对劲 保姆获释的第一时间 竟然看向将他 告上法庭的死者儿子 而死者儿子的嘴角 也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杀父凶手当庭释放 亲生儿子不但没有半点悲伤 反而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出庭后 男主告诉保姆 检方可能会二次上诉 听到这话 保姆脱口而出 这句话好耳熟 男主心生疑惑 接着保姆又说 要去看儿子 可他当初明明说 自己没有家人的 男主隐约感觉 他可能帮错了人 郁闷的男主坐在家门口 无聊的数着领带上的摆点 竟然真的跟女孩之前说的一样 有267个 他开始相信女孩说的话 随后走访了受害者的邻居 得知保姆有个生病住院的儿子 急需一大笔手续费 而且巧合的是 死者儿子的公司刚好破产 也急需一笔周转资金 但就在案发前几天 老人却要把全部家产 捐给慈善机构 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 真相已经付出水面 女孩没有撒谎 是老人儿子伙同保姆 制造了这起谋杀案 可作为律师 他有义务守住委托人的秘密 但他又无法直面自己的良心 就在男主陷入两难之时 他接到了电话 无罪释放的保姆 竟然跑来威胁女孩 男主马上赶到医院 看到病床上憔悴的女孩 终于下定决心 就算赔上职业生涯 也要说出真相 还女孩应有的尊严 离开医院后 他联系检察官 希望他们重启案件 而他将揭露一切 可女孩的母亲拒绝女儿出庭 他不想孩子再次被羞辱 没想到女孩却一再要求 一定要去做证人 原来他一直有个梦想 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律师 虽然现在当不了律师 但去做证人 一样可以帮到别人 女孩的善良打动了母亲 他再次出庭做证 可男主的上司一上来 就再次羞辱女孩 自闭症患者 根本没资格作为证人 听到这话 男主挺身而出 随后他拿出一块全形的手帕 问女孩上面有多少白点 女孩稍微扫一眼 便给出导案 196个 法官核实后 果然一个不差 接着男主又让女孩 说出远处的法警 轻声念的自我介绍 这下人们终于相信 患有自闭症的女孩 智力超群 听力惊人 她的证词可以采纳 男主圈热打帖 问女孩案发当晚 保姆说了几个字 女孩马上说108字 随即大声复述内容 一字不差刚好108 真相终于大白 承受不住压力的保姆 情绪崩溃 怕供出幕后真凶 是死者儿子 凶手被警察当庭逮捕 本案顺利告破 男主违反职业操守 失去了律师的大好前程 但他保持了初心 维护了正义 为自闭女孩赢得了尊严 女孩又转学去了特殊学校 在那里 她再也不用努力装作正常 但在我看来 自闭女孩就是天使一样的存在 她聪明 善良 而且富有正义感 这个群体需要全世界的关心和爱护 影片结尾 女孩告诉男主 你是一个好人 简单的六个字 男主已经眼含泪花 也许这个世界并不足够好 但还是有人在坚守着 做个好人